去年主委曝光白百合合照案捧泰国斯密旅游新闻,白百合一纸禅事件迅速引爆全网,之后,陈宇凡抗下责任,宣布和白百合早已离婚的消息,证实白百合不是国内出轨,让白百合名誉没有受到影响,而陈宇凡则宣布退出娱乐圈,实际上,没多久陈宇凡就付出了,这样的神操作,让娱乐圈吃光群众也是目瞪口呆。 最近白百合平平高调出席活动,生活和事业都不受影响,加上他的演技受到肯定,外界对于之前的风波也很少提起。 另一方面,陈宇凡付出娱乐圈之后,和胡海权的语权组合人气不浅,两人开演唱会,一起参加综艺,也是风生水起。 近日陈宇凡现身机场,看起来有些销售,也比以前仓老许多,但陈宇凡依然很受粉丝喜欢。 11月28日凌晨,有网友在豆瓣爆料,陈宇凡吸毒被抓的消息。 爆料者称陈宇凡吸毒被抓绝对可靠,人现在就在办案中心,估计不止他一个,还有其他人。 然后这个消息在豆瓣直接炸了,深夜不睡的网友都出现吃瓜,讨论这件事。 消息传到微博之后,继续引发热议,微博技术源,专门负责微博扩容的胡中向转发传闻,表示希望是假的。 因为,如果世界是真的,那么流量太大会,导致微博当机崩溃,必须提前扩容才行。 之前陆寒公布恋情,赵丽领宣布结婚,都是直接引发微博热搜,让微博服务起疯了。 但陈宇凡这个爆料,一点实锤都没有,每个爆料的人都信誓旦旦说绝对可靠,实际都是到听途说,没有亲人所见,我们搜索发现。 陈宇凡被造谣吸毒的消息,一年前就有人在豆瓣发帖了,对于无图无真相的爆料消息,希望大家还是不要随意传播谣言,相信陈宇凡会很快出面疲谣的。 自2017年4月16日,承认他和白百合,已经同意在2015年离婚,并表示他们将无限期退出娱乐圈以来,陈宇凡一直保持低调的态度。 在最近的衣服出舞台上,他在舞台上大方地谈论他的爱情观,并说,你来了,我甜蜜的等着你,你不来,我自由的等着你。 这相当于在世俗情绪层面上的演讲,很难抵抗,满地都是鸡皮疙瘩。 一年前,当白百合在台国公众面前,用猩猩肉类挽手指,他的名声一落千丈,他的丈夫陈宇凡,成为娱乐圈最被催的男人。 回顾当时几乎是片面的舆论讨法,我们可以看到,这狗在公众眼里头上带着青青草原的人,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。 很多人说,他是靠着陈宇凡的资源红的,04年,陈宇凡和他在电视剧与青年相关的日子中相识,当时白百合还叫白雪,来自山东的19岁女孩,而27岁的陈宇凡已经是全国流行自合成员了。 在电视剧中,他们扮演恋人,因为剧情需要,导演夜竟让陈宇凡叫他弹吉他,他们在拍摄时在一起。 之后两人,一细生情,相识没多久就踏出爱情的火花。 五个月后,当这部电视剧被杀青吃晚饭时,两人在三流国产电视剧的台词前后后哭了总共六个小时。 之后陈宇凡抓起吉他,向他唱那一首伤感的,你是我心中是最美,两者之间的关系因此被公之于众,这个故事听起来特别浪漫。 但问题是陈宇凡当时有一个女朋友,两人已经约会三年了,在陈宇凡还没出名的日子里,那个女友一直默默的陪伴着他。 为了陈宇凡的事业,这个女人从他的家乡重新搬到了北京。 他们在2006年住在一起,几乎已经是订婚的关系了。 就时间而言,陈宇凡和他在04年在一起,06年结婚,而他前女友在采访中透露的订婚时间也是06年。 这就暴露了,陈宇凡当时已经是同时交往两个女孩了。 在接受主持人李静的采访时,陈宇凡本人透露,他在两个女人之间摇摆不定,我必须在他和我以前的关系之间做出选择。 但是在最后陈宇凡还是抛弃了女友选择了白百合。 当结婚不久,陈宇凡就给当时的白雪重新取了个名字,那就是现在的白百合。 事故发生前,许多人怀疑白百合,一个如此美丽的女孩,会嫁给陈宇凡? 看她的外貌? 当然不是。 你知道,陈宇凡是背景典型的北炮,她手里有人脉和资源,不抱着她的大腿还抱谁的大腿。 陈宇凡真是这么爱她,爱到了要亲手把她变成让所有人都喜爱的巨星。 从改变白雪的名字开始,陈宇凡就计划她妻子的成名之路。 通过她的朋友孙楠,她找到了北京电视剧的导演赵宝刚,并让她出现在电视剧《我的青年帮家》中,之后请来华一兄弟公司的前经纪经理王金花,做她的经纪人陈宇凡花了九年时间等,待她爱人事业的成功。 但是就在她亲手把妻子捧上神坛那一刻,她也亲手结束了她的婚宴,十五年,白百合和陈宇凡同意离婚,当然,我们直到两年后才知道这个消息的。 在她的关系破裂后,迅速与白百合结成另一联盟,这表明白百合没有犯任何不可原谅的错误,除非她认为,出轨没什么大不了的,或者她自己也犯了同样的错误。 事情公布与之中之后,网友们常常被情绪所鼓舞,使听故事的一面,过多的纠结于白百合的之非,就忘了她。 陈宇凡,曾经也是出轨和她在一起的,为了捞紧隐瞒事实,陈宇凡欺骗了网友,我们忽略了陈宇凡,在事件曝光后,她不顾另一半的声誉,把自己包裹成无辜的受害者。 不管要考虑什么因素,觉得陈宇凡都不是受害者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